今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接受外媒专榜时表示,台湾遭受中国大陆巨大的压力,虽然有时觉得挫折,但不能放弃。 于是,他表达了希望国际社会挺身约至中国大陆的想法,声称希望其他国家和地区能护泰安联手防御中国大陆的扩张主义目标。 接着话锋一转,表达了自己希望和大陆领导人会面的意愿。 此话一出,也得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赵李恩秀痛骂,蔡英文此举简直就是精神分裂。 他说,两岸领导人会面,对于两岸和平发展有正面帮助,乐观其成,但现在两岸关系紧跟,台湾内部对于两岸发展的期待落差越显其异。 蔡英文能否整合露营内部及基层支持者意见?难度很大,蔡英文当局对此局面却不知检讨,到处山风点火,以得台湾主持人目批,这是中华民族的公敌。 还有网友直者骗完民众,又去骗外媒,为了选举也不能这么拼。 其实,这次话题引发台湾民众对蔡当局的声讨,不过是个诱因。 蔡当局之前一系列举措,早已热得民众跃声呆道,台南水果丰收,原来主要销往大陆的水果被人为的阻断了小路。 台湾年轻人低心,人财外流,年金改革等举措,按市场盘点,冲击最大的应该是岛内旅游市场,百货消费,以及餐饮业,就拿台湾的旅游店来说。 此前,台湾观光业者就表示,近日大陆游客赴台自由行造的台当局,烟馆,几乎是用放大进审视,无理由要求补充资料的情况越来越多。 基金刁难之能是,去阻止大陆和台湾民众正常的友好往来,本来两岸人民通过交流认识,可以增进了解,消除隔阂,长期走下去一定是好事。 但台当局却对自己没有自信心,怕因为交流导致更多台湾人,未来选择赴大陆就业,做法实在是可笑。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即将进入暑假之际的旅游旺季,台湾却有许多旅游业者感应岛内今年七月订防律大退,以往在这个时候会接到三至五成的订单,现在却只剩下一成左右的订单。 从业者感叹这种情况,让人感觉是三十年来最惨的一年,有岛内业者分析,七月订单瑞典主因与大陆游客减少有关。 对于大陆游客赴台游热情瑞减,国台版发言人马小光,六月八日曾回应表示,我们多次讲过,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经有过一个积极健康发展的态势,造成今天赴台旅游的规模和人数急剧下降的局面,原因是众所周知的。 所以,解零还是西林人,还是那句话,两岸关系好,台湾同胞才会好,文采威。